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对来传业剧 你这兔人啊 兔人啊 大家好 我是大树 好大的观影 对老百姓来讲 在岁月静好时 人民都接受不了 现在又在人民吃饭赚钱 都成问题的时候 你还来这个好大的观影 那就是和尚敲目鱼 欠揍了 这两天 沈阳一城管队长 对异老汉地摊主 进行了好大观影的特殊对待后 而被老汉的大板砖给开瓢了 对此无数的网友叫好 有人就说 这就是官逼民反 还有的人说 咋的好 每次都是城管耍威风特权 欺人太甚了 还有的则讽刺到 给我3000城管 我去收复台湾 总之我们能从这些话语中 看到老百姓对城管们的愤怒 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峰值 当然也有不少人为城管鸣不平 有人则说 咯拉倒吧 这老头就是个无赖 一个人霸占四个位置 还不让别人摆摊 还有的说 评论区有反贼在带节奏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还原整个事件内容 看看城管被打的到底怨不怨 看看老大爷是不是那个无赖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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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哎 他有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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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吗 你是吐来啊 你吐来啊 你吐来吧 你吐来来来 你吐来吧 你吐来吧 大家 你吐来吧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完了 你干什么 你别装我 不用什么自嘴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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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干 你别吵了 我没骂你 就这么维持控制 对 至少矛盾了 走一样了 你人外来 你这里要一个 咋 咋俩吃饭去了 干走 告诉你 干走 听懂吗 你不咋 什么干走 我告诉你了 吃饭去了 人家有鬼 我告诉你了 你走 你回来 规矩在哪呢 我们干什么 你要这个吗 你要哪个 你要哪个 我昨天已经 你要哪个 还不知道 我们撕着眼 你这手是有用的 要哪个 我们四个人 我现在就认人 在这废上 这是规矩 好 这个不用了 是吗 要这个是吗 什么不要 这个是什么不要 那个是谁要的 你去我去我去 你去我去 你去我去 你要再夸个呀 怎么的 不行 人家不讲理啊 咋的 谁不讲理 这边是谁要的 还你的 小妹儿要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你们 知道矛盾的 哎哎哎哎 不想打人 哎 好 哎 你我去 还有自己来 当然啊 从视频内容来看 老汉确实有存在违规的嫌疑 可是相比城管啊 城管的问题 那简直太大了 首先啊 当城管对老汉的物品进行查处时 城管队长呢 就是大力的拉扯老汉 甚至呢 要对老汉大打出手啊 那这个呢 是加深老汉愤怒职 和民愤的第一种罪啊 其次啊 这个穿蓝色衣服的大妈啊 过来劝驾时啊 甚至多次吆喝说 老汉是退伍军人 身体有病 可是城管队长啊 完全不屑啊 转身就说道 你摆不摆 甚至呢 还威胁老汉说啊 要带老汉去派出所啊 那这都是利用 公职威胁他人的行为 这是加深老汉愤怒职 和民愤的第二种罪啊 那么第三啊 当老汉骂人之后 城管队长指着老汉 用命令的语气威胁到 你别骂我啊 听到了没有 这是加深老汉愤怒职 和民愤的第三种罪啊 因为感觉上 像是在对老汉使用特权啊 第四 有人说 老爷子啊 你人没在 就得先让人家摆 这里则说明啊 这个摊位的使用权 有点啊 像是先盗先得的 这么一个感觉啊 那这也说明呢 这个摊位啊 本身就存在 不合规矩的现象啊 对此啊 老汉则一脸无辜的 回复说道 咱俩吃饭去了 刚走啊 但是此时城管呢 却指责老汉的鼻子 命令的说道 我告诉你 走了就不行 听懂没 可是万一人家要上厕所呢 是吧 这也不行吗 那这里也说明这个摊位 有很多不合规矩的现象存在 所以老汉才气急败坏的说道 规矩在哪 我看看啊 而转身城管队长呢 就威胁的说道 这些摊位你要哪一个 赶紧的 我就认人 身份证队上就行啊 这就是规矩啊 那这确实呢 也说明老汉啊 有违规了对不对 似乎啊 多霸占了个摊位啊 但是城管队长啊 随即就叫人 把人摊位上的物品丢到了一边 甚至啊 还公然的说道啊 这个摊位谁要啊 那这就有种啊 现场变卖摊位的感觉了 好像就在说啊 这个摊位城管说的算啊 城管说给谁 那就给谁 所以呢 这都是好大的关影 对不对 这就是加深老汉仇恨值 和民愤的第四种罪 第五啊 城管队长呢 后来啊 把穿蓝衣服的女子推倒在地啊 那此时的老汉呢 就再也忍不住了 那直接就捡起板砖啊 就冲了上去啊 城管队长应声倒地 那现场呢 还有民众叫好 目前啊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城管队长是死是活 但是这几砖下去啊 估计城管也活不了了啊 大家有看到啊 这个城管队长的手 已经出现了这种僵直的状态啊 说明那一刻他的心脏啊 基本就是停止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 接近休克的这么一个现象啊 那我给大家解读这个愤怒值呢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啊 两人的争执 他是循序渐进的啊 是有目共睹的啊 他是有一个仇恨值摆在那的 一步一步推到那个位置上去的 老汉呢 并不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啊 非要给城管大哥啊 一个大板砖啊 要敲醒他啊 那么后来啊 急救中心啊 来到了现场 城管队长呢 就被送上了救护车 那么现场的一位光绑子大哥的一句话啊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后来啊 我还找到了其他版本啊 其实啊 老汉啊 并不是违规违法啊 因为要想使用这个摊位呢 他是没有号码的啊 而且是先到先得啊 所以这才导致这里出现了很多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啊 这起悲剧怎么导致的 我想大家看到这儿啊 心中都有数了 老汉啊 这一板砖下去啊 让多少人的嘴边啊 扬起了消失已久的笑容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个是所有官员都需要看清的现实 往实力打 却能让大家都顺气啊 这说明老百姓的心中有极大的怨气啊 如果我要是当官的 我一定会好好善待自己的人民啊 当官的能赚大钱其实并不要紧啊 有本事的多赚 这个叫能力 关键啊 是自己靠公职赚了钱 又没有好的德性 甚至呢 还不能好好地善待他的人民 相反呢 还在剥削他的人民 那他的人民 他们的心中一定是有怨的 官尹呢 太大了 不好好做人 以为穿了魔共的制服 就能制服他的人民 但是没想到啊 越是想制服别人 人家就越不服 尤其是要靠武力和暴力 甚至是谎言和一切灭绝人性的手法 去征服他的人民时 他的人民就算拿起拳头 他也要反抗 因为这群人 已经活得连蝼蚁都不如了 活着生不如死 那么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给自己的人民一条生路 也是在给自己一条生路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 见